哈喽 朋友们今天Lawrence要介绍一间 真的是很多工的 Family 在马六甲的市中心 然后它又是Freehold的 这个地点有几多工 那边附近有四间名校 有S5 有High School 有Yorkvin 有培二 华小 除了这些 这里附近还有两间巴萨 一个大巴萨 一个小巴萨 然后这些地点都是走路可以到的 还有就是 捷销 Fugot Ean Farmacy 银行 这些地方全部都在5到10分钟的车程 就可以到 是不是很方便你呢 最最最重要的是 现在通货膨胀很够绿 然后原料又一直起价 装修费也一直涨价 这区的双层排屋 已经跑着六七百千起跳了 这间是双层 脚头 很便宜 最后三个 残舍车的车房 可以给你Buck四辆 阿饭 我要发愿 还是你的跑车 绝对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旁边的空地 可以给你做一个小型游泳池 还是给你种下花花草草 绿化它 或者是做一个庭院 给你在那边喝茶休息 另外一边还有六扯空地 可以给你自由发挥 因为屋子它的设计比较特别 它的大门不是在前面 而是在旁边 这样子你的饮食会比较好 大门 门够大 然后采用的是solidwood的木门 然后进的来这边 这里可以给你做一个神座 还是做一个小修仙区 给你招待顾客 过来这里 这里你可以做一个门 围着 当你有客人来的时候 他可以在这里 然后这里有一个门 他不会直接看到客厅 所以你的饮食度非常非常的好 这里 做一个很大幅的电视机厨 然后地上可以放一个carpet 然后再放 一大一小那个两个圆的 你懂吗 一大一小圆的那个coffee table 然后这里可以放一个l shape的sofa 晚上放空回来 坐在这边 取一下冷气 陪着你的儿女 看下去多么温馨啊 然后最重要这里 它的窗口够多 采观好 够通风 这里还可以做多一个门 因为这里就是它的饭厅 它的饭厅大锅客厅 这里可以容纳至少20个人以上 可以满足你喜欢开趴的需求 插头都为你准备好了 方便你吃火锅 这里你可以做一个小型的吧台 或者是小型的cafe 当你的客人还是亲戚朋友 来到这里的时候 他们一定会爱上这里啊 这边可以做一个 right kitchen 干厨房 然后上面做一个壁厨 然后就美美的了 然后这间屋子 它的空间非常足够 你要再做多一个 island table在这边 都没有问题啊 干厨房走过来 这里就是四厨房 这里你可以选择做一个sliding的哦 因为你的客厅一定要 饭厅一定要冷气的嘛 所以这里 它是采用了风顶式的壁转 风顶式的壁转 然后这里你可以做l shape的tabletop 然后这里可以放冰厨 上面做壁厨 这里煮 这里洗 然后厨房走出来 这里旁边还有一个空地 就是刚才前面说可以建游泳池 这里它旁边空地 你可以绿化 楼下有一个小房 这个小房可以给你的长辈税 或者是给你的小孩学习 读书做功课 然后这里有一个独立的浴室 这个浴室 采用的就是风顶式的壁转 然后这里洗澡 这里上厕所 这里洗手 那外面这里有一个共用厕所 出到来后尾这里 它这里可以给你洗衣 塞衣到这个空间 然后这里就是还有一个摆杠的tanky 它全部是下注料给你的 这个因为这个tanky啊 它是给你收雨水罢了 不是给你冲凉 这个雨水给你洗地就要花 当然少不了一个stor room 给你收杂物啊 放到来楼梯中间这里 它采用的是落地式的玻璃 不但采光供视觉还很好 楼上它的空间很阔 不吝啬 然后它还有一个独立的电箱 来到楼上这里 它的头房 因为头房这里它有独立式的浴室 还有阳台 它的浴室一样采用了封顶式的设计 这里你可以做一个玻璃 干支分离 然后冲凉在这里 上厕所洗手 说得来它的阳台 它阳台是采用了L-SET设计的阳台 让你有一个120度的视觉效果 哇不错呀 楼上第二阶房 它一样它采用了落地玻璃 然后它的空间是非常的足够 看到吗 还带有独立的浴室 进到来楼上第三间房 不对 到底那个是头房 还是这个是头房 这个房间这样打 这边你的床可以放这边 还是这边 转来转去都可以了 要放两个三个双人床没有问题 然后这边咯 你可以跟它围起来做一个更衣室 这边我觉得可以做一个office 这样子还是给你放下电脑 做下工 上下网 不然你这里可以放一个sofa 放个冰厨 可以在这里做一个小休闲区 这个房间的浴室也是超大的 一样采用了封底式的壁砖 然后还有做一个大灶台的洗手盒 这个洗手盒可以给你放你的护肤品 化妆品之类的咯 然后这里就是给你上厕所的 这个空间你要围起来做干事分离 或者是放一个夹固剂 这个真的是可以放一个夹固剂 在里面慢慢享受 这些帮路每一间房都有自己独立的意识 不用抢着说 然后这里就是楼上的第四间房 它的空间也是很足够 你的床要这样子摆 不要这样子摆 不要这样子摆 都可以啊